天彌國 在吉隆市愛樂合唱團領唱 吉隆市長謝國良帶領下 參加元旦升旗的民眾高唱國歌 也用最近禮注釋國旗冉冉升旗 迎接2024的到來 吉隆市政府在1月1號清晨 特地在成績轉運站大頂棚內 舉行元旦升旗典禮 吸引近千位民眾參加表達愛國心 包括副市長邱佩玲 以及市政府一二級主管 和前市長張通龍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市議員林沛祥 聯恩典韓世玉 曾紀妍何淑平 以及陳冠宇等人都親自到場參加 而今年也特別以 《台灣投看日出擁抱愛》為主題 邀請抗癌鬥士卢妍甄擔任女主持人 並且在城市音樂愛心大使許哲成 溫暖動人的鋼琴聲中揭開序幕 希望用鼓舞人心的生命故事 鼓勵民眾相信愛的力量 共同迎接《台灣投》的第一道曙光 今年的主題是《台灣投看日出擁抱愛》 市府的所有團隊會秉持永遠努力的精神 幫所有基隆市民做好服務 也祝基隆市民在今的一年一切順利 大家開心 謝謝 主辦單位市政府社會處也特地現場安排 愛樂合唱團的表演 同時也邀請基督教貴格會重信教會牧師 及成功教會和地內盡信教會唱詩班等 將近60位夥伴帶來溫暖的詩歌演唱 更有零零舞蹈團 市政府社會社會處長楊玉欣表示 這次以《台灣投看日出擁抱愛》為主題 就是希望讓大家感受到激動人的溫暖 不論是親情、友情、愛情 只要有愛就是生活持續向前的力量 而會後主辦單位也贈送手機吊繩 給參加升旗典禮的民眾 大牌長龍大受歡迎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